来我们来先看一段余秀华的视频 现场的男人不是打我 我始终觉得中国的男人配不上中国的女人 比如说我们能够奉献出来的 我们能够舍心卧室的 我们能够爱情不顾一切 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 这样的话说是吧 现场的男人不要打他 我好像多多少少能够领悟到一些东西了 领悟到今天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状 为什么又说起余秀华来 因为今天早起4点55分呢 一个朋友发给我一段话说 余秀华是卖国贼方方的好友 有好多事情是方方帮他吵起来的 这网友发给我的 放在这 你说从余秀华这段话里边 你觉得有没有产生点个影的感觉 我作为一个北方北方汉子来讲 我听完之后我就有一种冲动 你知道就是这种冲动 是吧 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 当然了只有中国女人敢在网上大放诀词 就说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 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男人敢在网上说 站出来说我始终觉得 是吧 现在首先现场的女人不要打我 我始终觉得中国女人配不上中国男人 那谁配得上呢 从这个余秀华的实践操作来讲 是吧 他可能说的呢 是配不上他同龄的这一段男人 是吧 那就去找小鲜肉嘛 对吧 这一段关系里面 总体来看 余秀华吃亏了吗 就是这一段轰轰烈烈烈烈的爱情 是吧 我之前搜的时候 我又搜到说我要喝水水 哎呀我的妈呀 当时我就头皮 头皮发麻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那那段就不放了 就赶紧去的自己去搜一搜 是吧 这一段感情里面 你想想余秀华 他本身之前是有点名气 有点流量 是吧 这个男的呢 的确蹭了流量 的确卖了一丢丢的货 但是反响应该是不好 我觉得这也是可能这个杨朱策 是为什么想跟他分手的一个巨大原因 为啥呀 杨朱策就是笨着这个余秀华人 他给他带货的啊 实际情况可能他的产出是吧 获得的收入还没自己的投入多呢 那当然想分手 当然了 先说一句啊 家暴必须受到严惩 这是必须的 这个放在大前提 还有就是你 你像这个余秀华说的 我们能够奉献出来的 我们能够舍身忘死的 我们能够为爱情不顾一切的 这些都是女性是吧 哪个男人敢这么做呀 是啊 没有哪个男人敢这么做呀 是吧 我们男人从来都不奉献 对吧 在中国的男女 男女这个关系中 婚姻关系中 男人从来都是不奉献的 我们就是弄完之后 我们就就交代完自己的这个任务之后 我们就拍拍屁股走人的 是吧 我们不去伺候月子的是吧 我们不去就点头哈腰忍受着对方的气的 就这就是中国男人嘛 是吧 舍身忘死 还真没有几个男人该舍身忘死的是吧 那谁敢呢 都是女人嘛 我还特别清楚的记得当初当初当初两口子呢 是遭遇火灾的时候 那个场景啊 什么场景 呃 因为没有相关的救助措施 男人在屋子里边 就阳台上 身子全在屋子里边 然后伸出两条胳膊 胳膊那边是挂的谁啊 挂的是自己的媳妇 啊 媳妇在门外边 在窗户外边 死死的撑着 最后的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呀 男的不知身亡啊 好像后来是女的 好像也是出了问题 好像也是跟男的去了 但是你觉得如果说按余秀华说的说的这点的话 中国男人应该怎么样啊 应该在应该让中国女人站在屋子里边 是吧 让他熏着 让他烧着 然后自己挂在外边 对吧 哦 没有说错吧 然后还有这个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是吧 真是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啊 前段时间我还说过一个是吧 16年啊 结婚16年生了三孩子 三孩子全都不是这男人的 最后这女人来一句是吧 说你那养了这么多年了 血缘关系重要吗 是吧 为了爱情不顾一切啊 还有之前很多很多视频里边我刷到的 女人就说 我就出去发泄了一次 你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 是吧 还有无数个案例 什么样的案例啊 男人在外边拼死拼火的赚钱 可能没有大本事 但是绝对是付利器的 是吧 然后换来女人一句是吧 整天去外边打工也不赔我 那我出去见见网友怎么了 这就是于秀华所说的是吧 舍身忘死啊 未来爱情不顾一切 你这样的没有一点冲动啊 作为一个中国男人来讲 还有啊 就是中国男人配不上中国女人 那谁配得上中国女人呢 网上看到不少啊 是吧 有加到非洲的 有加到这个欧洲的 有加到美国的 有加到日韩的 最终结果什么样子啊 是吧 我都不提名字了 去到非洲 那好几个现在能查到的案例 那去了之后 被那边本地的大媳妇 二媳妇是吧 各种打 还各种逼她去 这个违法犯罪 去到欧洲的 美国的是吧 整天在网上 我告诉你 我最烦这种人了 整天在这一边跨着美国的好 然后一边 卑躬去西的 给人家做饭 做菜 当初结婚的时候 你要注意到 非常奇特的东西啊 就是 这是非常奇特的 中国男人去娶一个外国女人 人家不要房子 不要车子 不要彩礼 是吧 然后中国女人 嫁给外国男人 也是不要房子 不要车子 不要彩礼 中国男人取进来 是吧 各种宠着 然后我们发现 中国女人外嫁的时候 整天就是在那 各种被告去西的 伺候人家 还在那边伺候 还边说 说哎呀 外国是真好啊 外国男人真温柔啊 外国男人真浪漫啊 我觉得啊 于秀华 这一拨应该 不应该去 那个说和杨朱策在一起 是吧 你找个外国小鲜肉 多好啊 不都说了吗 你都说了 中国男人配不上 中国女人吗 即使是小鲜肉 也配不上 您这大姐 您这阿姨 是吧 去找呗 外国小鲜肉 那么多呢 是吧 外国来华的人 这也这么多呢 您就去找 外国小鲜肉 那多好啊 那多符合您的口味啊 对吧 中国男人配不上 那肯定是外国男人呗 你总不能说 冲出太阳系吧 是吧 目前来讲 咱还够不着那边的生物了 就外国男人 配得上中国女人呗 配得上您呗 最后 我就总结一下啊 就是前几个视频 我说于秀华的 发现我说的很多都是错的 我道个歉 真真诚的我道个歉 是吧 之前我说的都是错的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之前我说的即使是错的 也是当时认为的心里花 这个视频里 我就说到这了 对吧 那我肯定 咱们别说反对不反对 反正我就觉得 我这个拳头好像钻得有点紧 对吧 我不知道你什么感受啊 可以把你的感受写下来 对吧 对于秀华 对于秀华 对于秀华